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留下个胸酷妹妹陪男主生活 这应该就是后宫番的标配吧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老A动漫社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很多人的后宫起源番 约会大作战第一季 你有试过每天被女生围绕的生活吗 而我们的男主世道还有一种神力 就是轻一下就让女生抱一 我只想说这种能力让我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约会拯救世界的故事吧 男主名叫我和世道 一个普普通通的后宫王 每天被妹妹请礼用惨绝人寰的方式叫醒 却依旧对她百依百顺 上学前两人约定中午一起餐馆师范 还特意强调要准时到 一定要守时 哪怕是被女流氓劫持了也得过来 作为内控的世道肯定答应下来 来到学校 这个女童捉叫折纸 每天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世道 让世道很懵逼 而就在放学前 期待的女流氓没来打劫她 空间阵先来了 空间正是一种特殊的灾难现象 它有着巨大的破坏威力 瞬间就能让周围都化为乌有 世道所在学校接到了空间阵的预告 于是所有人不得不跑到地下避难设施躲避 而此时的世道依旧想着和妹妹的约定 心想这个傻子可能会死守约定 电话也接不通 一搜索定位她果真在餐馆附近 想着现在瑟瑟发抖的情理 世道心里十分焦急 果断跑出了避难所 她必须保护妹妹 此时空间阵突然爆发 世道被空气波及飞数百米 还好并无大案 等她翻起身来 一个巨大的坑赫然眼前 大坑中间就是世道期待已久的女流氓 不对 应该是女精灵 这着实让世道大吃一惊 眼看女精灵挥起七十米大刀 只不过被她的帅气所吸引 故意没有砍中 但是依旧对她持刀相向 女精灵怀疑她是来取自己性命 这就搞得世道一脸猛逼 可女精灵的怀疑也不无道理 只见天空中 蒙昧军团全副武装 无数的导弹向他们发射 但都被她用停杖挡住 随后飞到空中 导弹在她面前 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 这时她回头 楚楚可怜看着世道 世道色心顿起 心想要约会就约这样的极品 此时蒙昧军团的攻击还在继续 这是世道的同桌折纸 直接冲到了她的身前 但并不是女精灵的对手 很快败下阵来 但立刻就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两人的白刃战甚是激烈 让人眼花缭乱 还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世道直接被冲昏了头脑 当她醒来时 自己已经身处秘密部队的总部 这时的她依旧心记着妹妹情侣 但她的妹妹其实正是秘密部队的司令 这让她大为惊讶 在她印象里 妹妹情侣是个傻子中的傻子 可现在在妹妹情侣的眼中 哥哥才是那个呆头 回归正题 妹妹给她详细解释了女精灵的情况 只要精灵出现 不管她愿意与否 都会炸飞周围的一切 而空间阵这种现象正是精灵造成的 对付他们的蒙妹军团简称EST 负责消灭盗访精灵 这就是为啥女精灵会对士道产生敌意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对付精灵 那就需要士道来牺牲一下男色 下课后 哲指老师找到了士道 说出了她和精灵拼命的原因 原来五年前的精灵盗访让她失去了父母 自此她与精灵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没有人能够阻挡她为民除害 而秦里为了帮助士道尽快进入渣男状态 专门为她找了许多美女进行对话训练 而第一个对象就是她老师 上来就是一顿不着边际的夸赞 搞得老师一脸猛逼 于是她听从情理的建议 言语间多少走了点心 但是三句话还没说完就直入主题 渣男属性已然暴露 可老师眼里却瞬间有了光 已经开始畅想婚后的幸福生活 这让士道立马乱了阵脚 赶紧找借口疯狂逃离了这里 而就在她逃跑路上 迎面撞上了她第二个对象 高冷同桌折指老师 于是士道又把自己刚才的夸赞手段用了一遍 折指毫不避讳照单全收 没想到折指想都没想就答应 这出乎意料的回答 让士道大呼完脱了 看来现在士道的渣男基因已经开始显现 随后折指给了她一张制服血针 让她留作纪念 很快实践机会来了 空间阵再次来袭 所有人叙事已待 上一次的女精灵直接来到了士道的学校 士道想起女精灵可怜楚楚的表情 实在不忍心她再次被攻击 于是下定决心要邀旗约会 使其恋爱 而且她背后还有着强大的恋爱顾问团 专职帮她回答各种问题 战斗阵容堪称豪华 但是女精灵刚看见士道就发起了攻击 对她充满了敌意 士道不得不先示好 想要介绍自己 可是背后顾问团给出了馊主意 还没有成型的渣男士道选择了听从 结果她这次挑衅被给予了有力的还击 不得已士道老老实实自爆家门 但女精灵依旧对她充满敌意 于是士道发动了心理攻势 说来这里是因为之前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为了再次见到她 拼死跑到了这里 可是女精灵一个字都不信 士道则继续说服她 诉说着自己的忠诚 她是真的想和女精灵约会 想帮助他们 永远不会否定或者伤害她 这番渣男言论还真的有效果 女精灵也是第一次碰到正经和她对话的人 有了心动的感觉 还让士道给她起个人类的名字 经过顾问团多轮筛选 确定了使美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名字 女精灵感觉自己被忽悠 瞬间怒气直爆棚 这可把士道吓惨了 于是她绞尽脑汁 又想了一个名字 这名字才让女精灵消气 果真女孩子都是情绪产物 这个可爱的名字瞬间让精灵多云转情 可是这是蒙昧军团AST再次不合适宜的出现 疯狂攻击两人 但是他们似乎也并不在乎 在防护罩的保护下 两人畅所欲言 原来士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来到了这里 还有那么多充满敌意的人 士道则一直安慰她 并果断在情理的建议下提出了约会的请求 但是士香连约会都不知道是什么 而哲纸又打断了他们开始战斗 大战之后的第二天 士道在学校废墟上 再次看见了士香 士香答应了约会请求 而她已经迫不及待开始第一次的约会 士道只用一个六毛五的面包 就让士香好吃的叫了出来 紧接着士香又闻到了香味 剧场无比的香肠 看来这个妹子养不了多久就要倾家荡产了呀 但是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心情也会好很多 正当士道和士香甜蜜时 被同样爱着士道的哲纸老师看到 于是拿起手机给AST部队打电话求支援 而士道两人路过了一个高级餐厅 为了成功约会士道迎着头皮进去消费 没想到里面全都是自己人 吃的那叫一个爽 妹妹请礼还给哥哥指了条路 来到目的地 又是一波暗箱操作 两人直接免费吃喝一条街 这时士士士已经通过了组织申请 准备和精灵战斗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士道和石香正在你浓我浓 士道和石香正在你浓我浓 士道老师的98k早就掏出来了 调整好角度瞄准石香的脑袋 此时的石香还没有察觉到危险 而士道与石香彼此间正在吐露真情 经历了一天的约会 石香终于知道为何有人敌视他 因为他破坏了这么美好的生活 他此时问士道 是不是他不存在比较好 士道先是错愕 然后对着石香一波花言巧语输出 此时石香被士道所迷倒 正当两人要牵手成功时 哲指老师的98k早已饥可难耐 只听一声高炸 士道飞身挡住了爆炸弹 看这伤口怕是就不活了 这时哲指老师也彻底呆住 石香走过来看着心爱的士道 悲痛交加 彻底爆发了 他抬手变身了 随即召唤神器大宝剑 此时他怒视着哲指 对着他就展开疯狂斩击 而这时哲指因为内心觉得误杀了士道 也是愿意赴死 毫不还手 正当石香准备斩杀哲指时 只见士道从天而降 石香飞速接住他并抱在一起 原来士道并没有死 而是被妹妹的神秘道具复活了 但是此时石香武器的能量无处释放 如果不采取措施 其威力足以摧毁一切 而阻止的办法只有一个 看到这都懂了吧 士道还腼腆起来了 只见石香直接的一个热吻 大宝剑直接碎掉 身上的灵状也已经褪去 原来石香对士道的心动之已满 只要接吻就能吸收他的灵力 自此 士道的后宫之旅就此开启 自从上次的事件发生之后 石香彻底被士道香甜的小嘴所征服 沦落在温柔香不能自拔 于是妹妹请礼干脆直接将石香接到了家里 因为只有利用士道的渣男控制术 才能封印住石香体内的洪荒之力 自此开始了三人同居生活 而秦礼也是为了哥哥的幸福操碎了心 不断给士道创造色色的机会 看见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结果被一个大逼都伤了 被妹妹骗着去卫生间换个灯泡时 石香正在一泄千里 妹妹安慰她不要气馁 再接再厉 看着石香可怜楚楚的表情 士道暗暗痛下决心 表示这些经历只会是过眼云烟 绝对不会再被秦礼欺骗 于是这次她掌握了卫生间使用的主动权 首先将其霸占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这次轮到石香被秦礼骗来洗澡 后面的内容太过精彩 就让我替大家看了 被妹妹秦礼折腾这么一天 士道已经满身疲惫不堪 一头倒在了床上 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小手就到处乱摸 果真摸到了不该摸的点 这一下两人都被惊醒 而秦礼也早就见怪不怪 等他们到了学校 哲指大师又掺和了进来 她和石香为了争夺士道互不相让 端水大师士道则表示三个人也行 便一起吃了饭 而正在这时空间正再次来袭 这就说明有其他女精灵将造访地球 巧合的是 这次的女精灵士道曾经见过 可怜楚楚的样子让人恋爱 可是萌妹军团AST可不管那么多 上来就对外来入侵精灵一顿乱舍 追得精灵到处乱窜 于是士道决定要与她约会拯救她 终于 在一个黑暗的仓库中 士道找到了精灵的踪迹 上来就遵从了恋爱顾问团的建议 当然也少不了翻车 随后就是一波自我介绍 女精灵原来叫四密奶 也是和石香一样的情况 而他俩正在闲聊之时 四密奶没有站稳 脚下一滑摔了下来 士道急忙上前接住四密奶 只不过是用小嘴接住 然而这一幕恰好让石香看到了 怒气直瞬间爆破 随之一脚踩碎了地面 指着四密奶大声质问 难道重要的事情就是背着她约妹子 士道此时已经百口莫辩 而这个娃娃却在旁边疯狂煽风点火 这让石香气倒想活吞了她 于是抢走了她的娃娃 这让四密奶也十分生气 直接召唤冰冻神兽 士道及时就下了呆住的石香 而神兽则直接破窗而出 在摩天大楼之间窜来窜去 萌卫军团见状疯狂攻击 打得四密奶也有点招架不住 不得已用烟雾弹迷惑他们逃跑了 但此时的石香依旧不愿理睬士道 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士道不能眼睁睁看着美女精灵被攻击 自己却无动于衷 于是她再次找到了四密奶 那个她曾经用小嘴接住的女精灵 而见到士道她一把就抱住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四密奶告诉她自己在找玩偶 眼看天下着雨 士道这个暖男直接将自己的伞给了她 还邀请她回自己家里吃饭 要知道现在石香还在家里住 不得不说士道玩的也是真言 在家里他们谈论起了那个玩偶 他才是你精灵的理想型 能够保护性格软弱的自己 这时的士道心生怜爱 伸手摸了摸四密奶的脑袋 接着又开始一顿花言巧语 说完还不要脸地将小嘴凑了过去 而就在要得逞之时 正宫石香推门冲了进来 直接把四密奶吓跑 石香则十分气愤地摔门回屋 抱锤枕头 但是道也就紧张了那么一下 就又收到了情理的通知 说是找到了玩偶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出发 一定要将这个玩偶找到来取而代之 可这个玩偶的位置略显尬 竟然在哲指大师的闺房 士道刚一按住门铃 哲指大师一身女仆装就赫然眼前 让士道瞬间看傻了眼 两人坐下之后 哲指大师直接端上不明蓝色液体 主动地让士道十分不适应 喝完之后原地升天 哲指大师劝鸡来了个泰山压底 此时就算是见多识广的士道也害怕极了 而哲指大师其实只是在吃石香的醋 终于在三寸不乱之舌的劝说下 哲指大师才同意放过他 回头就去卫生间洗澡 但此时的士道却无暇考虑这个 他只想找到那个的万恶的玩偶好 去赢得四密奶的方形 还好他及时找到了这个玩具 等哲指大师出狱之后 他眼睛都看直了 而哲指也不断地接近士道 想和他有着进一步的故事 可士道却吓得连连后退 就在这时 蒙妹军团来了任务 哲指果断出击 原来是四密奶再次被发现 蒙妹军团的不断追击 使得他不得不再次召唤冰冻神兽 而这神兽有着冰冻万物毁天列地的能力 蒙妹军团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士道此时站了出来 想要用玩具安抚不受控制的四密奶 但哲指一发炮弹让希望化为炮影 冰冻神兽也将攻击目标指向士道 于是目睹一切的石香坐不住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受伤害 在士道要被攻击时 石香再次召唤自己的神剑及时救下了士道 此时石香也想通了 士道其实心里还是有他的 于是果断决定帮他救下四密奶 石香上前挑衅哲指吸引火力 掩护士道冲进战斗现场 士道也是不顾自身安危 跑进了危险重重的暴风雪中 手中拿着玩偶 这让四密奶感动的痛哭流涕 为了拯救四密奶 士道又一次提出了亲吻的请求 正要解释原因时 四密奶想都没想 小嘴就凑了过来 而效果也是十分显著 四密奶瞬间赤身国体 天气也转晴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但是等他们回去的时候 所有人的关系却越来越复杂了 这天士道想要带着自己的后宫团去温泉 给观众来点福利 一路上士道和四密奶不断调情 这就引得石香吃醋 最终彻底点燃了炸药板 他用力一脚就踹烂了汽车底 巨大的冲击力甚至将地面踩出一个大坑 不得已 几人只能徒步前行 石香路上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时士道走上前去安慰 他深情款款看着石香 摸着他的脑袋夸奖他 此时的石香也娇羞地笑了 但是他们有所不知的是 未知的危险正在前方等着他们 蒙魅军团AST也准备去温泉度假 而他们与女精灵可是死对头 不得已秦里的秘密部队启动紧急预案 绝对不能让AST的人遇到石香他们 于是乎无数洞建筑直接拔地而起 在道路上设置了无数障碍 甚至改变了地形 这就让蒙魅军团寸步难行 几乎完全找不到前进方向 一路上状况不断 也是让他们一脸猛低 大姐大英子十分恼火 决定直接上爆破武器 等C4的巨响过后 直接开辟出一条路 秦里听闻爆破身后大怒 正是对蒙魅军团开战 只见一记窜天猴划破长空 对AST实施了精准打击 各种花式武器使得 无数蒙魅军团成员失去了战斗力 小吃章鱼烧直接光速变身炸弹 可爱的娃娃也成为了电击武器 蒙魅军团瞬间成为人体宴会 整个小吃街都变成了战场 可大姐大可不吃这套 上来一刀砍掉了秘密部队的武器库 眼看着局势即将被扭转 这时的秦里心急如焚 而士道一行人也受到了炸弹的误伤 直接将四密奶的玩偶炸飞了 他因此情绪失控 即将唤醒自己的精灵神力 于是士道决定去把玩偶找回来 此时的秘密部队已经决定 使用全部武器来对付难缠的AST 引得蒙魅军团尖叫不断 大姐大彻底控制不住 拿起大号加克林直接开干 随之又是一枚手榴弹 又是一次剧烈爆炸 大姐大兴奋到不行 士道这事赶到战场 眼前的战况让他惊讶不已 还好他及时找到了玩偶 可这是一枚巨大的南瓜导弹从天而降 士道此时危在旦夕 巨大的爆炸伤害和体面直接摧毁了一个街区 但是他却安然无恙 原来是石香及时赶到了战场 事实证明夫人还是原配的好 女朋友还是第一个香 最终还是蒙魅军团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成功到达了温泉 正在大家欢欣雀跃之时 发现温泉已被他们的战斗毁掉 而士道带领着后宫团却泡上了温泉 原来 小黄毛挖棺材坑的时候挖出了温泉 就这样一男三女泡上不可议会的温泉浴 最近士道所在的班级赚来一位美女遇解 名为石七狂三 班里的男同志都嗨到不行 可他却自曝自己是个精灵 这瞬间让士道等人来了兴趣 这时狂三想找个人来帮他熟悉校园 一眼就看中了士道 由于士道背后的秘密部队想要了解狂三 于是他满口答应了下来 就在两人校园闲逛时 石香和哲纸一路尾随 士道则浑然不知 一本正经地给狂三介绍着校园 这儿狂三却看着士道入了神 这主动地让士道有些不适应了 心想要做什么事情等晚上再说 进展这么快可不太好 而他背后的部问团却想乘胜追击 于是出了个让人脸红心跳的主意 狂三也是直率 直接就站上台阶要聊起自己的短裙 这波老司机操作让身为渣男之王的士道 心情久久不能停静 看来真的是遇上对手了 他果断转移话题到精灵身上 假装说想了解精灵的事情 但狂三早已看穿了一切 他来这里的目标就是为了士道 说罢便抓起士道的小手 做事要亲他小嘴 但这时石香与哲纸出来捣乱 两人醋意大发 直言这今天就牵上了小手 明天还不得生出猴子来 于是狂三假装士道只是想要给自己做人工呼吸 话因为落哲纸大师突然跪倒在地 直言自己现在也需要人工呼吸 而石香却不懂 但是高能与俱评出 搞得士道也无言以对 很快到了晚上 几人迎来分别时刻 狂三礼貌地感谢了士道的帮助 走时还不忘撂下一举 然后他异常开心 一路上蹦蹦跳跳 抑制不住的喜悦 这时突然碰见了三个老色皮 想要来多人运动 但狂三并没有显露出害怕 甚至想都没想就答应 于是带着三人走进了昏暗的小巷子 他们想不到的是 自己已经进入了地狱 这时突然闪现出了的蓝发妹妹珍娜 她为追杀狂三而来 而她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士道的亲生妹妹 她随着士道一路回到了家 众人对着突然出现的妹妹十分猛逼 其实士道和珍娜都没有过去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张两人的合影 可以证明血缘关系 说到激动之处 重宫珍娜直接抱住了势头 但这引得秦李粗意 一脚直接将士道踹飞 于是秦李与珍娜开始嘴炮缓解 两人疯狂争论不休 士道夹在中间也是不好做人 面对宋命题 她果断转移话题 这才彻底结束论战 第二天秦李领导的秘密部队 发现了珍娜AST的真实身份 还有狂三的残暴本质 两人的对决最终以珍娜完胜结束 珍娜甚至还砍下了狂三的头 可狂三今天依旧正常上学 这就让人细思极恐 而此时的狂三正在与哲指对垒 哲指对狂三死而复生感到差异 突然地面出现无数只手死死地抓住了她 哲指动弹不得 这时的狂三才展露出了真实面目 其实她确实缠世道的身子 但她只是想吃了世道 用这种方式与她合为一体 而另一边 狂三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 让秘密部队对她兴趣浓厚 于是派出渣男世道来邀她约会 她几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而旁边的哲指大师早已看穿了一切 强势的壁东壁问着 与狂三到底谈论了些什么 世道只能陪笑推开她 找个借口逃了出来 自从上次哲指被狂三案在墙上疯狂上下其手 她就严重怀疑狂三的性取向 虽然最后放过了她 但此时哲指很担心世道 于是打电话邀她约会 世道疑问满满 但也没有办法拒绝 而等她回家 石香给她准备了更大的惊喜 等他们刚一进入 石香就开始迅速宽衣解带 这搞得世道一脸懵逼 而石香转眼就跪倒在地 一步一步缓缓爬向了世道 吓得她连连后退 石香还以为自己这样不够 于是后面的少儿不移剧情 我就帮大家看了 原来又是一个约会邀请 那明天可就要一月三了 而秘密部队给世道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况且还有四密奶的支持 再多加几个人都能好好时间管理 而第一个约会对象是石香 她今天走的是小清新路线 青春靓丽的打扮让世道心动不已 面对夸奖石香瞬间脸红到不能自已 彻底被攻陷 紧接着 两人步行前往水族馆 而水族馆在石香眼里就是美食餐厅 各种各样美味的炖鱼在她脑袋里浮现 等他们到了水族馆不久后 世道与狂三的约会时间到 于是她借上厕所的名义跑了出来 秘密部队将她传送到了与狂三的约会地点 这时背后的恋爱顾问团再次出了馊主意 让世道约狂三去优衣库逛贴身衣物 而狂三几乎没有思考 就满嘴答应了下来 店里琳琅满目 让人看花了眼 狂三让她帮忙挑选 眼光毒辣的她直接指向旁边的黑色垒边 而狂三还邀请世道一起进更衣间 于是后面大家不爱看的剧情继续让我来帮你们看了 完事之后世道找了个借口就跑了出去 下一个约会对象是哲指 两人先去约了顿饭 由于担心世道被狂三享用 上来就邀请世道去她家中居住 但世道可无法理解 这时她突然在窗外看见了石箱 于是再次借故暂时离开 就这样划身时间管理大师 利用时间差在三人之间来回穿梭 目前看来一定没有什么意外 但是意外很快就来了 几个坏蛋正在欺负一只小野猫 狂三路见不平打刀相助 表面上笑嘻嘻 背地里已经将他们送往了地狱 世道看见眼前血腥残暴的一幕 吓得尖叫连连跪倒在地 解决了最后一个虐猫仔后 下一个目标就是世道 世道转身想跑 可被无数只手绊住了手脚 狂三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她只想吃掉世道与她合而为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狂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一顿狂锤 原来是真娜及时赶到现场 救下了岌岌可危的世道 还来不及解释 真娜果断一波疯狂攻击 狂三即使连连躲闪 也还是被万箭穿心 最终缓缓倒地而亡 怜香惜玉的世道 也是吓得手足无措 大声质问真娜为何如此痛下杀手 但真娜却说早已习惯 狂三是杀之不尽的 作为AST的她只能不停地杀下去 这可给世道幼小的心灵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她还拒绝了石香和哲指的关心 甚至开始怀疑约会的必要性 于是情理果断给了她一个大逼兜 这时的石香也了解到所有情况 想让世道恢复往日的雄风 于是拉着她再次约会 各种好吃的吃到饱 到了晚上两人敞开心扉 世道坦言想要让狂三加入她的后果 作为正宫的石香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毕竟世道曾经帮了她那么多 这点小要求算什么 这再一次坚定了世道的信心 第二天 狂三依旧一如平常来上学 世道决定给她个机会 听闻世道口出狂言还想救自己 便走上了天台 直接变身嗜血恶魔 脚下瞬间红雾散开 除世道外 所有人几乎都被迷晕 于是她果断跑到了天台 而狂三早已恭候多时 这时哲指大师与石香也在与狂三的分身对峙 原来她是放了自己的大招 这样就可以吸取区域内所有人的时间 但是此时的她却只对世道感兴趣 一波挑逗后 转眼就要释放空间阵 将这里彻底依为平地 而世道绝不允许她这样滥杀无辜 于是爬上护栏 以自己性命威胁 狂三却不以为然 觉得世道不可能为此寻死 但世道可是完真的 狂三不得不飞下去就回了世道 她还是舍不得这个渣男 于是取消了空间阵 还把大招一并撤销 世道则趁机发动感情攻势 一套又一套的渣男语路 狂三忽悠的连北都找不到 眼看狂三犹豫不决 世道直接伸出了欢迎的小手 而狂三正准备接受之时 一只黑手穿过了她的身体 随之立刻被无数只手拉进深渊 然后又一个狂三出现了 完全控制住了世道 正想要享用她的时候 有人砍掉了狂三的小手 珍娜及时赶到 再次救下了世道 可狂三是不可能轻易被打败的 她再次释放技能 一个巨大的表盘出现在她的身后 最后一枪崩了自己 这时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断掉的手臂回归了原位 竟然是逆天的时空倒流能力 这时狂三与珍娜的战斗一触即发 狂三利用时间倒流 打得珍娜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被打倒在地 这时石香和哲指及时赶过来 准备将她一网打尽 于是狂三召唤出无数的分身 这些都是她在各个时间轴的样子 这种场面让其他人惊讶 几乎已经陷入绝境 而狂三也再次召唤空间阵 准备将他们团灭 随着狂三大笑 空间阵爆发 这时却有人利用同等阵动 抵消了空间阵 精灵秦李闪亮登场 战斗才刚刚开始 狂三和秦李为了争夺世道的所有权 两人针锋相对 打得昏天暗地 全力以赴非要拼出个你死我活 狂三利用时间禁止 对着秦李就是一发入魂 而就在狂三正在沾沾自喜时 秦李利用精灵神力修复了伤口 于是两人又开始了一波疯狂缠动 狂三一枪又一枪地崩向自己 控制着自己的傀儡发动攻击 只不过都被秦李见招拆招 秦李找准时机发动反攻 随之举起大炮一发轰炸 只不过没有正中把心 这才让狂三逃过一劫 但此时的秦李已经黑化 准备乘胜追击彻底解决狂三 任凭世道怎么劝说也没有用 世道只能挡在了狂三身前 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尽管这么爆炸的火力 世道依旧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四密乃将他轻轻唤醒 石香为他守了三天三夜 白发美女一把将他拥入怀中 这时的世道才安下心了 但是秦李变为精灵后依旧不稳定 身上的洪荒之力难以封印 世道只能暂时放下兄妹之嫌 帮助他回归正常状态 之后 世道又马不停蹄地去看望受伤的哲指 哲指大师的表演就此开始 先是假装身体虚弱晕倒在地 世道转身要去给他借轮椅 哲指一把抓住他 表示今天不抱着回去就此给他看 于是世道不得已 背着他回病房 哲指则全身用力加紧世道 上电梯也是满满不可描述的声音 好不容易踩到了病房 世道就想拍拍屁股走人 可哲指大师的名号可不是空穴来风 留下世道给他削苹果 接着又说自己不能剧烈运动需要喂食 正要用上其他姿势时 世道突然塞他满嘴 但大师就是大师 直接瞬息起世道的手指 最后又用奇怪的姿势打算量体温 这种好事让我来承受吧 折腾到傍晚 世道准备撒腿就跑 可这时哲指大师告诉他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当年杀死哲指父母的就是那个操控火焰的精灵 但现在的哲指还不知道他是谁 可他发誓一定会将这个精灵消灭 为自己父母报仇 而秦李自从上次与狂三大战三百回合后 身体内的洪荒之力一直难以抑制 现在只有世道这样的渣男才能将其能力封印 于是他开始了封印前的练习 首先 他约着石香四密奶 还有哲指大师来到了他熟悉的店面 陪他们挑选自己心仪的泳衣 石香和哲指大师为了争夺世道所有权也是争风吃醋 开始了一波疯狂的唯秘秀 我只能说这种好事就让我来帮大家看就行了 泳装比拼之后 虽然世道的下巴一直没有合上 但是他此时最挂念的还是秦李 而秦李也会参加他们今天的五人大约会 目的地就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水上乐园 秦李今天的打扮也是格外出众 世道的套路他都懂 于是世道这次就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把他搞害羞了 车速太快秦李都跟不上了 不一会他们决定一起去玩滑梯 前后夹击直接让世道喘不过气 说罢几位老司机瞬间开上了高速 由于车速实在太快 伴随着惨叫声 几人跌落 此时的秦李紧紧抱着世道 哭泣声令人心疼不已 而他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 对哥哥世道有着天生的依赖 但此时的石箱却异常兴奋 还想着再来一次 这是四密奶的玩偶 一个不小心将石箱的比基尼拽脱 画面太没我们就不看了 在之后几人开始聚餐 世道在无意中发现 秦李为了控制自己体内的精灵之力 大量注射抑制剂 因为变成精灵后 他将彻底失去自我 而他只是想要与世道好好约一次会 于是世道决定要给他的两人世界 两人准备携手去游乐园 只属于两人的快乐时光即将开启 为了提升好感度 首先就来到了跳楼机 就让秦李吓得怀疑人生 让他对着世道一通怒怼 而世道则开始了嘴炮模式 一波反击器的秦李直接挥起了小拳拳 世道连连求饶 但是还是把秦李骗上了贼船 两人不断地互怼 让这约会氛围愈加浓厚 紧接着就是游乐园常规项目 吓死人不偿命系列 秦李一路上瑟瑟发抖 世道趁机疯狂砍油 然后被秦李一脚踹飞 下一个项目则是夺命飞车 世道在前面玩命狂奔 秦李则在后追逐猎杀 这时原本轻松的约会被一发炮弹打破了和谐 折指大师闪亮登场 而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秦李的火精灵身份 想要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但是此时的秦李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 于是再次化身为火精灵 开山府在守天下我有 于是两人正式开战 刚一开始就是活力拉满 折指大师从一开始就想将秦李置于死地 但秦李面对危险十分淡定 寻找机会跑到了折指的机甲上 连续攻击几乎要把机甲彻底毁掉 而折指也被他打倒 紧接着秦李就准备将他一炮葬送 这时折指说出了在五年前 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父母给杀了 折指说出了在五年前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父母给杀了 折指说出了在五年前他就这样把自己的父母给杀了 折指听闻后大为震惊 收起了自己的火炮 他不敢想象自己是杀人凶手 折指大师趁机装上机甲 将呆滞的秦李给束缚住 想要为父母报仇 但世道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可此时的折指大师早已杀红了眼 听不进世道的劝说 但是到此时道出了实情 其实当年杀害他父母的是火灵而不是秦李 他只是被火灵所附身 可这波解释并不能说服折指 眼看折指要发动致命攻击 世道再次打起了感情牌 在一顿劝说下折指依旧不为所动 就连世道也一并成为攻击目标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世道和四密乃及时赶到 救下了他俩 于是折指的攻击更加猛烈 世道与四密乃负责掩护 世道抱着秦李远离战场 此时想要封印秦李体内的火精灵 只能是世道高超的稳计了 开始先来一顿渣男告白 这样的告白可能后面还有几次 眼看时机成熟 世道小嘴再次发挥威力 这时一切的一切 秦李都回忆起来了 原来当年秦李用同样的方法拯救了世道 失去了火灵之力 这样才知道世道竟然拥有 吸附精灵神力的钱呢 但这时的哲指依旧不放过他 一发炮击打了过去 可世道已然拥有火灵的恢复力 哲指气的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但也无可奈何 最终收起武器 放弃了攻击 秦李也最终恢复了正常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远处的狂三暗暗积蓄着力量 准备卷土重来 第一季的主线故事也告一段落 转眼来到学校 哲指约会世道明天见面 而世道也打算用这次约会摆脱掉他 于是先迟到个一小时 没想到却被主动关心 接着上来就说哲指的衣服不合适 哲指便询问他喜欢什么衣服 在亲友团的帮忙下 世道建议死库水加狗耳朵 而就在世道以为自己要被暴揍时 哲指大师已然穿戴完毕 大师竟然还想穿这身去逛街 于是世道让他趴下 哲指顺势趴倒在地 世道属实被这操作震惊到 随后大师一把解下他的腰带 给自己做了一条皮项链 大师就是大师 果真令人佩服 即使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也无济于事 逼得世道五体投地 很快两人去了餐厅 哲指大师刚进来就要上大号 亲友团再出搜主意 世道直接拦住不让去 大师直接要当场方便 世道吓得一个激动 把人家裙子扒了下来 情理也不懂这个人的脑回路 哲指大师名不虚传 于是世道坦然接受哲指成为女友 然后立马提出分手 可巧合的是 这是石香给他来的电话 分手言论直接让石香心态爆炸 由于害怕石香再次变回精灵危害人间 于是世道马上冲去找他 等找到石香的时候 石香正在成为灵化 世道直接表白说自己最喜欢他了 还为自己之前的言论道歉 石香才多云转情 正当世道想给他一个爱的抚摸时 哲指大师紧紧抱住了世道 原来哲指也在电话中听到刚才对石香的表白 于是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这可把石香气得够呛 直接化身超级赛亚人 为了平和他的心情 世道只好让他在游戏机上疯狂发泄 玩下来 石香的心情开始好转 世道的钱包也随之遭殃 再走到一个大头贴的照相室时 世道建议石香拍的写真 但是石香多少有些羞涩 两人对照相的理解有所不同 石香以为照相就像体检那样的果照 世道想要一张 于是果断进去要给他拍 不一会 石香出来了 把果照给了世道 可世道还搞不清楚情况 于是等第二天到教室的时候 石香讲起约会经历滔滔不绝 但是奇怪的言论不由的让其他同学怀疑 世道是大变态 尽管世道连连否认 那张果照却成为了铁证 世道的后宫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第一季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看完之后 相信大家都很羡慕男主世道 虽然是后宫之王 但是关键时刻他也不会腿软 有时他是真伤 而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还有更多的女精灵等待着世道去亲亲 不对 是去拯救 而狂三作为这部番剧的人气王 他还能与世道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第二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